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合作伙伴 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Wikid.com 在台湾举办的这个机会 它会是由台湾厂市跟国际厂市 线上混合举办 非常的刺激 从10月28号的台湾时间早上9点 到10月30号的台湾时间早上5点 都会有 线上场地会在Gatertown上面 没错 我们现在征稿中 我们真的是有这几个主题 基本上就是跟这个Data Quality 这个资料清理正规化 然后再来是我们 今年Wikidata.com非常重视的 在地资料以及多元社群 然后再来是链接资料的应用以及探索 然后再来是Wikidata 跟其他维基媒体专案的交互应用 最后就是一些像Wikibase 或者是链接开放资料 等等的其他内容 都是我们征稿的主题 那我们也希望的是说 除了维基社群以外 我们也希望民间单位以及政府机构 都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尤其我们在台湾 Wikidata社群 一直不断的在跟不同的社群合作 包含刚刚早上有提到这个水保局 或是我们一直有在合作伙伴 新乐园艺术空间等等的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促进这个技术上面的交流 以及经验的分享 那我们目前已经规划有了这个 ESEAP的亚太区的一个交流论坛 那希望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Wikidata的这个角度 切入开放资料链接资料的一个跨国的交流 好 那重要的十人没有就是 从现在开始到7月31号 我们都在真稿中 然后并且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 我们全台湾都有这个 全台湾还有线上都有这个真稿的说明会 好 那9月会宣布这个获选名单 那28号到30号就是Wikidata.com 2023 那如果比较认识我的人就知道 当天食物一定很好吃 真的 好 那这里是所有可以关注Wikidata.com的这个地方 那大家可以到Facebook、Message等 或者是直接寄一mail来骚扰我们 都没有问题 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直接回答你 那任何Wikidata跟Wikidata.com的问题 都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今天都要在会场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食物很好吃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再来吧